我国的人口众多,虽然资源丰富,可是挖掘出来的铁矿原石的质量并不高,提炼成钢铁的本身很高,所以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高质量的铁矿藏资源。 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资源有限,要从节约的角度开发我国的资源。 所以我国从各个资源丰富的国家进口铁矿石,澳大利亚就是其间之一,而且澳大利亚的矿藏油质资源储量大。 所以目前我国每年都从那里进口大量的铁矿石,我国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买家,不只是让澳大利亚洲赚取了丰厚的酬劳,还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工作岗位,给他们的人民带来了许多工作机会, 减少不安静人口的比例,这样使得国家愈加的安静调和。 这期间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,所以两国的关系一直以来都算是十分友好调和的,可是澳洲的行为确实打破了这一调和的状态。 在我国给予了优厚的酬劳的情况下,澳大利亚仍是在爱里联合其他国家一同举高铁矿石的价格,想要从我国那里蒙取更多的利益。 当然,损害到我国利益的工作,我国当然不会赞同,当即就推出了新的交易形式,采由人民币来结算进口矿藏,进一步掌握价格主动。 与此同时,揭露到增加进口铁矿石的国家,多现成进口,因为也有许多其他的国家,都十分热切的,想要成我国的贸易伙伴。 这样就可以到达降低价格的目的,我国通过采纳新进口形式,利用人民币结算,使得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举高铁矿石价格的计划破产。 而且澳大利亚这个国家首要依托矿藏资源的出口,作为经济来源,一旦失去出口大量铁矿石的我国的资格,将会丢失许多的经济。 而且有许多工作岗位将会消失,到时分就会有许多人丢失工作,不能创造劳作价值,依托国家不切生活,甚至跳拨乞讨,十分的不利于国家的安静,容易引起许多的连锁反应。 所以澳大利亚不能小看我国的进口,更不敢哄抬价格,最终还得向我国赔礼道歉,不得不降低价格,给予我国更多的优惠。 为了挽留着我国,澳大利亚主动提高了铁矿石的含量,而且降低了铁矿石三分之一的价格,可以说是不惜代价的再挽留我国进口铁矿石的事物了。 这样一来一去,澳大利亚不止不转,还亏了许多。 图片来自网络,我觉得我领导是个不可思议的神经病,今天下班,领导神神秘秘的,把我喊到他办公室,递给我一个十分精致的小盒子,然后告诉我等下回家,把一切的门窗都关闭,就剩我一个人的十分再翻开看。 我竟然信了,翻开一看,尼玛,物意其间执勤表,竟然天天都有我的名字。 在姐家住,姐有一闺女六岁早上,我们吃饭,她不肯吃,叫妈妈喂,我说你都多大了,还叫妈妈喂,她悠悠的来了句,你都多大了。 还有小孩的尿不食,我和姐那个汗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